OK 那我们就开始 最近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们所主管的 好比像说综合性的购物 就是线上的大型电商 已经连续五个月都没有被165列为高风险的卖场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多前刚成立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会看到高风险卖场里面有很多这种电商 然后你买了之后就会接到这个说什么分期付款解除等等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已经初步解决了 那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辅导这些电商来导入所谓的银码技术 所以在物流上面就不会再把你的电话号码等等各自 去透露给这些物流的朋友 所以无论是像MOMO 博客来 Friday 购物 Coupon 虾皮等等都已经导入这个技术 那PC Home跟东森购物 目前也都在导入中应该很快了 那但是当然大家对我们有更多的期许 好比像说如果大家去看165的高风险卖场 会发现那个Facebook这个大型广告平台 平台业还在上面 那这部分虽然目前为止都是经济部主管 但是我们也已经主动跟经济部说 经济部也初步同意 把这些大型的这个网路广告平台业 移播给我们 让我们来主管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提一个电子签章法的修法 那也已经送到了立法院 目的就是说之后 大家如果再看到上面有那种投资冒充名人的那种广告的话 那就可以运用这个电子签章法 用一个效力很强的数位签章 那去进行这方面的身份确认 所以他如果以后不叫这个名字 就不能再打着这个名字来进行广告 那这部分我们会尽快的来跟各界说明怎么做 然后也很希望立委们支持我们的新的电子签章法 那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主管的之外 我们也积极的协助检警调 所以像检警调 拦阻这种诈骗的域名 一页式的诈骗 假电商网站等等 我们不成立前 一年大概才不到3000件 那我们不成立之后 就加速流线化这个做法 所以去年一整年就高达3万多件 所以即使你看到这种诈骗的网址 点下去你只会看到一个被165扣押的这个警示声明 那这样子的话也很有效的去阻断这个诈骗 我们再往下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业别之外 我们也是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机关 那第三方支付大家了解到 虽然可能有上万家在公司登记的时候说可以经营这个项目 因为不是特许吗 实际在经营的其实就那么40几家 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一个能量登录的方式去要求他们都要去做法尊 反洗钱等等的这个登录让我们查核 如果不这样子做或者没有做好的话 那经管会那边就不让他们拿到虚拟账号 所以这是一个联方的概念 那同样游戏点数 线上游戏业者也是我们所主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高峰一个月大概1200多件 游戏点数诈骗 现在已经降到了200件左右 也是有一个及时拦阻的联防机制 再往下一眼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状态是说 大家有时候会接到这个简讯说 排水啊 或排电啊 要缴费啊 按什么网址等等 那因为这样子的状态 我们需要从源头来处理 所以同样的我们推出了111这个平台 目前已经78个机关 透过共同供应企业 以及采购接近2000万则的额度 实际发送出去 大概570万则 年底大概会有一亿则 所以现在呢 大家如果再看到台水台电等等 那从111发送 你就知道那个是真的 那其他的当然就是假的了 再往下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数位信任防诈之外 我们也负责数位网路的任性 就是受到攻击 要能够及时回复 而且从攻击当中学习教训 那所以无论是 如果是海岸碰到一些问题 我们透过微波卫星来备源 又或者是说 如果有一些地方的灾害等等 导致三个基地台的业者 有两个或一个发生问题的话 我们都透过像灾难漫游等等的方式 然后也透过就是 警销确定平宽的方式来支援 我们警销同僚 再往下 那当然我们不是只是说 这个卫星通讯只用在 我们自己政府的这个任性备源 事实上因为我们也已经核准了 包含农华 艾尔康 台亚 中华店等等的这个商用的 卫星通讯的这个代理的申请 所以应该很快到年底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他们合作的卫星公司 也可以推出这些商用的解决方案 再往下 那刚才提到灾难漫游 那这边有一个示意图 意思就是说 如果发生比较严重的灾害 那导致我们三大电信 有两大都不能使用的话 那至少这个防救灾人员 以及之后慢慢扩增到 就是当地的居民 他不论本来的手机是哪一个基地台 他还是可以透过灾难漫游的方式 能够连线出去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大家可以用的频宽会受限 但是我们就好像画一条路肩出来一样 保障频宽 给这个像消防署 警销人员等等 再往下 那当然大家也了解 这个6GHz 包含Wi-Fi61 未来的Wi-Fi7 我们现在也都已经开放了 如果是有用这个iPhone Pro 或Pro Max的话 应该这几天是已经开通了 那所以我们在未来 也会持续的去准备这个频谱 然后确保说 我们跟国际的这个规范 能够取得一致 再往下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跟卫福部合作 我们也加入了行政院的生存小组 所以说在以前 就是政府机关的网站 App等等 他很多是建制之后 受到这个生存团体的一些意见 然后才慢慢变成完整的无障碍 我们现在就让他在建制 一开始规划的期间 就能够无障碍 大家如果有领过6000的话 会看到说 那是我们新的这一套设计方法 做出来的 那使用起来是非常的便利 那我们也把它变成公共建设 所以之后 未来几年 不管地方中央政府 要发放现金等等的这些做法 就不用再从头做建制跟测试 可以直接让我们的公共城市 去使用 再往下 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做法 其实国际上面都相当愿意来学习 那光是说我们透过全民参与 来帮助我们的国客会的 这个AI模型台德 把它调整成更符合 我们台湾当地的需求的 这个做法 就包含OpenAI的共同创办人 好几组人 国际上都很希望来跟我们学习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接到了非常非常多 包含双民交流 国际组织 以及我们所用的这些程式 如果是公共城市 你们能够分享出来等等的需求 也让我们拓展了新的数位外交的做法 再往下 那当然我们也是OpenData 以及资料自主的这个平台 MyData的主管机关 那有很多的申办的服务 好比像说俗称良人证的这个形式记录 那之前都是要零贵侵办嘛 那现在就透过线上MyData这个平台办理 然后邮寄到家等等 我们协助了非常多的这个线上服务 644项都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 这样子啊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也发现 好比像说大家的这个 有个叫健康数据公益 运动数据公益 运动数据公益平台 那就是在全台湾的这些运动的这个场域等等 大家如果愿意捐出 已经不含各资的这些数据 统计数据分析 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去找出说 怎么样子体势能状况 怎么样子的情况的人 用怎么样的运动比较容易达成效果 达到全民运动的这个公益 那我们会持续 透过我们已经推出的这些指引 来强化隐私 然后也来促进更多这种公益的数据应用 再往下 那刚刚也提到说 我们已经组成了AI评测中心 那从国科会的这个台队模型开始 我们也会把各种语言模型的应用 来确保它能够符合我们这个 就是社会所能够接受的准确性啊 无害啊等等的这些基本的要求 那刚也有提到电子签章法 也是因应AI冲击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合成影音 合成脸 合成证件 其实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只有数位签章 因为当初发的时候 是有一个很强的身份认证 那才能够是确保说 不会这个AI换脸 就很容易冒充给别人 那这些联防的方式 我们也都及时的透过 我们的第三方支付等等 跟金管会 跟内政部 跟吉保等等 这个协作的平台 只要他们这个提出具体的需求 我们就提供技术上面的支援 再来想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透过像TX等等的方式 去确保说 即使本科系不一定是资讯资管的朋友 也能够进入数位转型的行列 那已经有2400多位跨域的人才 那也有190多位国际的人才 那国际上面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 这些数位的人才 觉得台湾是他非常认同 他愿意拿我们的金卡 当作一个认同卡 那我们也说 就是只要有8年或以上 对于这个数位领域的专业贡献 还有像以太坊的Vitalik等等 他们就可以来取得 我们的数位领域的交易金卡 已经发了261张 再往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带动国内的 这些资讯服务业者 那举例来说 像我们透过云士级的这个计划 就已经带动超过6万家次 大概5万多家 这个中小事业 尤其是比较没有资本 而去投资这个IT的中小事业 来美和这个国内的资服厂商 那其实已经达到一个 很好阶段性的效果 那当然未来在 就是实际的需求 像高龄科技 长照 或者是一些 HIS系统等等 就是医疗相关的系统 我们都有跟卫福部 继续去凝聚 这样子运势集的能量 在这些垂直的这些场域里面 再往下 那刚刚提到卫福部 当然社加署 我们也跟他们合作 有个手语视讯转移的服务 目前已经大概坚持 差不多完成了 是一个公共城市 那这个社加署之后 会拿去营运 就是确保说 我们及时的 所谓打电话 给听语上的朋友 或听语上的朋友 打电话给你的这个流程 能够透过这个数位的技术 很容易来完成 那当然也包含高龄学习 运动数据公寓 这个刚刚有提过 再往下 那在资安的方面 我们资本安全管理法 我们的部会 已经通过我们布版的草案 那应该这几天 就会送到行政院 来审核 那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去确保说 在重大资安事件 发生的时候 不会只靠那个机关的 四名或两名 或一名资安专职人员 而是我们可以 透过这个调度的方法 让所有旁边的 这些资安专职人员 都能够来支援 这个重大事件 那当然联防 也不是只是在 我们公布门里面 我们也透过资安院 拓增了我们对民间的 就是TWCCC的服务的能量 那我们也邀请了 刚刚提到了 18个国家的朋友 一起来台做跨国的 工坊演练 那我们也争取去参加 他们国家的 实地的 实地演练 再往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管是拦截 这个恶意的 这个电子邮件 或者是一些 就是资安供给 或者是说我们协助 这些关系基础设施 去提升他们工业控制 领域的资安防护 这个都相当的有成果 再往下 那当然在资安的 培训里面 人才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必不可少的 那刚刚提到的 这个调度 其实也是一个 以战代训的概念 那包含在待遇上面 我们也特别去 有这个增资加击 然后在人才的来源上面 我们也跟考试业协调 已经成功的增设了 资安考课 再往下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 基本概念叫做 全民数位任性 那在这个社会发展上面 我们不能够 因为数位发展 所以就把比较弱势的 或比较小型的事业 抛在后面 是所有人都要一起 数位转型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透过 我们的数位产业数 去培养 大家值得信任的 像刚刚提到的 电子签章 这些云端服务 等等的 这些新型的发展 那因为数位是跨国界的 所以只要发展出来 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 在全世界就有商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这个抵御 资安的威胁 我们做了非常多事 来保证不会出事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资安署的工作 那以上是我们的业务报告 谢谢大家聆听